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己来 我洗过手了 听话 快 过 我 没事了 没事 我 没事了 等人看你不好这样 有什么印象不好的 这光天化日之下 咱们又不是偷情 你怕啥 宽哥 今天的老头没欺负你吧 没有 那就好 也只有你能治他了 哎呀 不过今天啊 老爷的儿子那个韩文啊 来了 他可能会依照老爷这种严重性 他的性格 专门给我签了个合同 就简单的一个书面合同 是吗 他就希望老爷有生之年 能够稍微好一点 那么让我呢 尽最大的能力 最大的忍耐 对待老爷子 还能老爷子开心一点 条件让我随便开 不管多少钱都行 我这不是钱不钱的事 我总都是尽量坚持吧 是 怎么了 宽哥 其实 在韩文跟我说他老爷子这个事的时候 我听到我心里记得挺酸的 挺难受的 让我想起了 想起了你妈妈 同样都是儿子 同样都是儿子呀 你看人家为自己的老爹不惜代价 花多少钱只要让老爷子开心就行 我连 我连养活我娘的能力 我都没有 坤哥 坤哥 你慢点 来 你先喝点水 坤哥 慢点 没事吧 坤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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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这样吧 我跟你回老家 咱们找一个离你家近一点的地方打工 我老婆说过了 只要在外面碰见我喜欢的男人 做倒茶美女婿也是可以的 宽哥 你觉得可以吗 那个什么 不不不不 不好意思啊 那个 那个是 老爷 你快醒了 我得看看你啊 谢谢你的脚的 谢谢 谢谢 哥 依依 你怎么待这儿 珈牧 我就这样 我说 之前是我不对 不赖你们 以后咱们还可以在一块复习 真的吗 那当然好了 依依 谢谢你这么大度 珈牧 你呢 你说什么 我说咱们以后还可以在一起复习 我李珈牧呢 可不是会看人脸色行识的人 高兴了就理睬理睬我们 不高兴呢 说翻脸就翻脸 一点情面都不留 把我们当什么了 小猫 小狗 小狗 还是小动物 哥 依依 你别理他 他就是臭脾气 珈牧 那以后我们姐妹不带你玩了 就是 不带他玩了 好 我说你怎么会听不吝 你为我说了 我可以看你 你怎么会听不吝 我还没想到 你怎么会想到 我都在上海 你怎么会 我怎么会 我那天 你怎么会 我不过 你怎么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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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那小时高 我毫不夸张地说你比他墙上一万倍 他会干嘛呀 像个娘们儿似的 成年在家收收入屋做做饭 在我妈面前嘚嘚嘚嘚嘚 哪像你啊 这么多年一直照顾我们 这是才爷们该干的事 四徒叔叔 都跟我妈订婚了 干嘛不早点结婚呢 叔叔不想做我老爸了 那个啊 我特别的想 但是 你真的想让我做你继父啊 必须必啊 我今天把话撂着了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能做我继父 只有你 来来 来 我呢 一定会努力加油的 期待那天早上到来啊 干一个 干一个 干杯 炸弹鱼 炸弹鱼 炸弹鱼啊 等 等我 等 等我啊 别人等我啊 别人等我啊 你等等我呀 在医院住院处病房里救的东西啊 应该医院陪吧 自己的东西拨拨管好 医院还管这个着 那些病人为了救命 都快倾家荡厂了 你说他还偷这儿来了 就是 咱这住院处 每天都锁门吧 外人进不来 对 就这楼里的人 要我看呀 不是病人家属 就是护工 病人嘛 应该不会 护工也不可能啊 我都在这医院干了好几年了 也没听说过 有偷东西的事啊 破案不能靠瞎猜 得靠推理 没看过那真破小事吗 哪个房间丢的东西 就查所有邻居 进水流台先得月知道吗 肯定保留了 那护工人员还多杂 不知道来的是谁呢 你能保证来都是好人 就那家伙我跟你说 第一样我就认出来的了 那是我们老仙 啥过人你知道吗 啥过人 啥过人 行马施方法 怎么可能啊 难道你说的是 伺候贾州长的那个 不可能 人挺老实的 怎么会偷东西呢 老实 人都杀了 还老实 人都敢杀 偷点东西算是吗 老实 你说在这里靠不靠谱啊 传摊的 他敢跟你玩命 就是啊 你要这样思想给人家走 一会儿就会收拾你 你们我 干嘛 看我干什么 你们不会是怀疑我吧你 行 大伙都散了散了散了 干活 大刘 那些屋服 不喝吧 有病吧你们 吃 阿姨 问你一下里面有没有一个老太太 没有啊 里面没人了 不是 阿姨 阿姨 我奶奶在里面上厕所 你能不能帮我进去再看一下 你能不能帮我看什么呀 怎么可能没人呢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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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 奶奶不见了 我 我 你 你 我奶奶不见了 什么 不是 在洗手间吗 我进去找了没人 你会不会去什么地方 你会 为什么 路远 回头带我来买啊 快快快 哎呦 这去哪儿了 这是 快 快 快 奶奶 奶奶 快快快 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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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 奶奶 快快快 奶奶 你能不能快去哪儿了 跟我 你能不能快 司徒叔叔 奶奶不会真丢了吧 奶奶不会 lum tin 我金 这 我要 上啊 这 这 嗯 老太太 你慢着点 别摔着 啊 一回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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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这儿有个护工 跟韩大爷的护工李宽是老乡 他说这李宽呀 十几年前杀过人 不过他当时忘了 判得无期还是死刑了 他说这次李宽不是劳改释放 那可能就是越狱出来的 所以呢 咱们大伙建议保卫科 查一下他的身份证 如果他确实叫李宽 身份证的地址呢 就是这个 增山省临城市 于淮区福九街甲三号西门 说明这个人啊 说的是对的 你说的情况属实 不行 你们去问一样 住院处的门还锁着呢 谁都跑不了 小楠 你好 你好 我问一下啊 你从那边过来的时候 见面上一个 一个大概六十多岁一个老人家 没有 没有 没有啊 确定没有吗 谢谢 大爷 问一下您看见到一个老太太 大哥怎么办 真没看到啊 谢谢您 您看见到一个老太太 大哥这么高 老太太太 谢谢您啊 谢谢您啊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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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林师傅是吧 啊啊啊 您戴身份证了没有 戴 在我身上了 哦 请跟我出来一下 这同志 看身份证就看身份证嘛 再出去干什么呀 没事大爷 这是医院的要求 请 你待会儿别乱动啊 接着就回来了 这边李师傅 李师傅 能帮你的身份证给我看一下吗 好 李师傅 您是郊区人啊 对 郊区人 这上面不是写了吗 那个 能帮你的手机给我看一下吗 怎么还看手机啊 立行检查 立行检查 好吧 你说这奶奶去哪儿了呢 怎么 啊 叔叔 啊 赶紧给我妈打电话吧 这电话不能打 她知道了 不如把咱俩掐死啊 哎呀 没事啊 现在什么都不重要 找我奶奶重要 我 你就跟我妈说 你去买饭了 我看着奶奶光顾着玩手机来着 我觉得这件事啊 咱们实话实实握 别骗你妈行吗 好 那你赶紧打 赶紧打 我得跟她说实话 快 喂 喂 那个丁姐啊 是这样啊 我 我跟你说件事你先别急啊 你千万别急好吗 什么事啊 我呢 我和那个那个那个 家木啊 还有奶奶 我们仨在吃饭的时候吧 吃着吃着 这奶奶说呢 说什么要上洗手间 那我说那好吧 那我就带你去吧 我送到洗手间门口了 我就回去等了 那等了半天呢 这奶奶也没回来 我就向家木去看一下 家木突然跟我说说 洗手间没发现奶奶了 说奶奶不见了 什么 我妈丢了 不是 我想想咱们一起 赶紧找人找找啊 怎么办这事啊 我当然得找了 我告诉你 你赶紧去找 你要找不上我妈 我跟你没完 那个 你你俩赶紧 换衣服 换衣服 帮我找我妈 我妈丢了 别着急 别着急 那个小佳娜 你盯一下店里头啊 我我妈怎么说呢 说什么赶紧找吧 说什么 快快快 快让 包袋回去找找 走 快快 去 去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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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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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个玩 就这个 在哪儿发现的 在沙发后边 少了什么东西还没有 除了手机和钱包没了 其他都还在 来 师傅 这样 一会儿你跟那个小张说啊 让他啊 打一张丁奶奶的照片 做悬疑启事 对 必须今天 把所有人都叫出去 给我找去 今天晚上必须找到跟我 好嘞 你 通了吗 司徒 找到我妈了吗 你们都去哪条街道找了 啊 啊 啊 我知道了 找到我妈第一时间告诉我啊 好 下车 那老太太像我妈 哎 哎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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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我对不起阿姨 这不是啊 我已经做人了 太像了 那童话太像了 童话 怎么不算啊 怎么办 金姐姐 接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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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电话呀 她怎么就不接电话呢 别急别急别急 真的不是我偷的 我对天发誓我没偷 你们是诬陷明白吗 呦 很诬陷啊 我看你是可以收拾吧 干什么 你们 你敢躲警棍 醉下一等 我就可以拘你了 我对天发誓我没偷 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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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放下可以 你们要瞪我一指头 我告你们非法拘禁 和刑续逼供 人赃俱祸 非法居信 你懂什么 在没有其他人的物证面前 你得用灾堂陷害 我可以告你们非法拘禁 明白不明白 懂不懂法呀 呵 你懂法 我知道你比我们大伙都懂法 你杀过人 坐过牢 就因为你有前科 我就敢断定你 是你偷的 怎么呢 是自己把东西拿出来呢 还是我们报牌出所呀 还是不接电话 别着急不着急啊 别急了 行了 我们还是 顺着上街找吧 好吧 坐吧天姐姐快点吧 走 来 追起来 这样 哪敢动 我要证据 我要确凿的证据 我现在给你时间 否则我要报警 我要求司法干预 你们看监控录像了吗 你们调不着监控录像 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 我看你呀 喂 喂 喂姐 嗯 妈在你那儿吗 没有啊 对不起姐 咱妈可能走丢了 我找了两三个街道 到现在还没找着呢 她丢了多少时间了 大概两三个小时吧 姐 姐 你能跟我姐夫说说 再多找几个人 帮我一块找妈妈 哦 宽子知道吗 没来得及告诉你那姐 那个宽子从我们家走了 我一直在给她打电话 可是没联系上呢 你别着急啊 我和杨德丽 我们马上赶过去 你别急啊 好 我知道了 姐 还警察了 哎呀 没事的 肯定没事的啊 不是 你好 您好 这儿不能停车啊 对不起 对不起 我马上就走 好 快走吧 得丽 我妈丢了 丁姐正急着找呢 丢了 啊 她们怎么监护的 谁知道啊 咱们去找找吧啊 找什么找啊 不刚丢的吗 已经两三个小时了 凶多吉少 你快起来 行了行了 丁姐不是挺能的吗 不是什么事都比咱强吗 怎么还求我呢 哎 李宽呢 她没在丁姐家吗 宽子走了 不知道啥原因 咱们快去吧 那是我妈呀 走走走 哎呀 没说不去呀你 哎呀 衣服在这儿呢 快快快 来来来 人不可貌相啊 找那样 她也不像杀人犯呢 嗨 杀人犯都写在脸上 还要公安司法干嘛 直接抓过来判了呗 这李宽啊 她又是杀人犯 又偷东西 真啥得让医院 把她给开了 啥 开了 那得进监狱 喂 说什么呢你们 要扯淡给我离病房远一点 这老爷子想多活两天呢 呦 不就是个护工吗 还真把自己当成老爷子的儿子儿媳妇了 你放屁吧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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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没素质 没素质 武子 丁武 嗯 武妈在这儿吗 姐 没有啊 哎呀 坏了 看来热身丢了 你赶紧叫上晓芳 跟我一块儿找找去 丢了 可不是我 老婆我咋还没了呢 谁看着呢 哎呀别说了 那司徒还有佳牧 他们两个人看都没看住 那宽哥呢 我给他打电话了就是不接 快点吧啊 快点快点 那你得叫上他一块啊 哎呀快点 你们俩先帮我找找不行吗 行 快点 快点 行 那个老王 这儿看着点啊 你们俩开你的车啊 我会放下 把这个人脑袋放大 伍子 哎 姐 快快快快 怎么样找着了吗 没有 我这也没有消息啊 这菜市场都转了 好几遍也没有 这么找下去 到天黑也找不着 要不行 咱们再找点人 帮帮咱们 行 那我去厂里 把所有人发到一块儿找吧 行 我再去 看街段那儿看看 行 她走了 我去找街心 啊 哎 李师傅 哎 实在对不起 刚才我们看了监控录像 偷东西的人 哎 确实不是你 是是 哎 这这这这这 这是我工作的失误 你看 包在你的房间里发现的 我这就手拿把钻了 这这这 哎实在不好意思 哎 李师傅 你放心 我代表保卫科 向你表示道歉 同时 我让老王 哎 带你到公众场合 亲自还你一个清白 哎 是是 啊 李师傅 哎呦 别别别别 确实我们做错了 李师傅 真诚地向你道歉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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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一敬 请大家敬一敬 我给大家 宣布一件事情 咱们医院的失窃案 现在已经水落石出了 偷东西的 是三院部的护工 中止息 是啊 不仅在他身上搜出了赃物 而且这个人哪 已经被派出所的民警 带走了 另外 在这里呢 我正式宣布 李师傅啊 是清白的 是被朱志欣 租赃陷害的 我对我们 保卫科工作的粗心 失误 在这里呢 我郑重地向李师傅 表示道歉 李师傅啊 对不起了 好 来 大爷 咱喝口水啊 来 别担心宽哥了 没事的 你乖乖的 宽哥马上就回来了 咱喝一口 喝一口 来 就喝一口 来 健心 健心快帮我找找我妈 我妈丢了 丢了 袁公伴 刚刚发生了一件紧急的事 我的亲娘走丢了 我就这么一个亲人 所以天黑之前 大家务必帮我找回来 这是照片 把它发给大家 你们看长得差不多的 都给我请回来 谁找到了 必有重心 时间紧迫 大家分头去找 出发吧 好 走啊 姐姐 谢谢 没事 宽子娘就是我的亲娘 宽哥 你受了这么大委屈 你咋不说一声呢 那一兽猴子栽赃你 也是因为你把我抢回了那大破烂 你差点背黑锅了 别别别别别 行了 你不用难过啊 事情都过去了 不要再提了 可是我心里疼 宽哥 你说 要我怎么做都可以 我都可以为你去做了 别别别别别看你本来不哭好 等我等我等我 手手手手手提 对了我都打震动 我这么多信息啊 对不起 刚才从这儿过来看没看见 有一个老太太这么高 白头发 没有 这儿输一个转 没有 谢谢啊 对不起 丁姐 丁姐 你怎么才来呢 我打了那么多电话 你为什么不接呀 我医院出了个棘手的事情 手机不在我手上 后来我拿到电话 发来吃几个未接电话 我至于着急 咱妈怎么样了 有线索了吗 一点线索都没有 我以为妈会在超市 她最爱吃这鸡汁卤豆腐 可是没有 还有健新 司徒 洗衣店 我都派出人去找了 到现在也没找着 别急 报警了吗 报了 已经备案了 那行 咱们想不想 咱妈不会走远 应该能找人吧 是的 我就怕天黑之前找不着妈 怕妈有危险 现在还有几小时 咱这样啊 一天咱妈曾经去过地 重找一遍 好 我陪你 别急啊 妈 妈 行了行了 哭什么哭啊 不至于吗 你 你怎么这么见不得我哭啊 你太体实心肠了吧 我怎么嫁给你了 又不是我弄丢的你冲我发什么火啊 你 你滚 滚就滚 妖得丽 不过挺好了 我妈又找不着了 那房子你别想住了 我 你说什么 那房子有宽子的一份 宽子是看在我妈的面上 才没敢怎么走的 如果我妈找不着了 她不会客气的 你说这干吗呀 赶 赶紧找吧你 走走走 赶紧找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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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有没有看到一个老奶奶 大概这么高 没有 是吧 谢谢啊 你好 这附近你有没有看见一个这么高 六七十岁 说话不是很清楚的老太太 谢谢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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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找到了吗 没有 你去哪儿了 她那边有没有 这边找到那边也没有 没有吗 没有 上这边找找吧 找不到先去哪儿 好好好 你们看到一个这么高的老太太没有 没有 侯爷给个钱吧 给个钱 给个钱 谢谢 谢谢 谢谢侯爷 我问你的事 你见没见着这么高一个老太太 挺瘦瘦的 说话有点颠三倒四 神志不太清楚 看到没有 没有 没看见 没举业 没举业 我有那几个人 好 你好 麻烦你看见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吗 白头发 谢谢啊 你好 去看到一位老太太吗 就是有七十来岁 老太太啊 对 谢谢啊 宽子 上这边看看 宽子 我到对面看看啊 你在这儿吧 好 怎么样 找着我妈了吗 还是没有找到 我妈到底上哪儿去了呢 我跟宽子找了半天也没找着 她到底去哪儿了呢 李宽 你给李宽打电话了 你给李宽打电话了 好 我来回答 给大家看 我觉得 还有没几个人 我会是在这个房子里面 还不送到 对面是甚至那里面是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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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